專注的眼神 雙腳快得像摩打一樣 短短10秒已經跳到超過30下 劉鵬熙上個月在世界跳繩錦標賽2018 就是憑著這麼出色的表現 在男子組個人賽力壓多個對手 奪得總冠軍的樹榮 其實形容不了那種激動 因為這幾年來你都見識過 其實每個國家都一直有一些很強 也絕對有能力取得冠軍的選手 當中對手也有一直壟斷花式賽 頭三的一些歐洲和澳洲的選手 又或者這幾年進步得很快的中國選手 他們都是一些速度賽的世界記錄保持者 有這些隊伍都見到自己 跟他們有沒有得揮的呢 最後都發覺原來自己都有機會 可以其實贏到他們 其實很激動 激動當然可以預期 因為個人賽包含三十秒速度跳 三分鐘耐力跳 以及花式跳繩三個部分 速度、耐力、技術缺一不可 能夠脫穎而出 劉鵬熙說主因是發揮夠穩定 比較特別的位置就是 我覺得我每一個部分都可以發揮得好 但又不是特別超班每一個部分 無論是三十秒或三分鐘 其實我都是可以穩定地發揮的 很多時候都不可以說特別勁 但都可以在比賽的時候做到練習 可以做到 或者甚至每一次比賽都可以 嘗試破到自己的最佳紀錄 另外花式就反而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最近這半年來 去過不同的比賽、練習過 慢慢都有進步 在穩定方面 亦都會懂得在比賽的時候 如何應變、如何執拾 所以我覺得我是比較一個 在這三個學妹裡面 都算一個平均一點的運動員 跳繩的起點是小學四年級參加跳繩校隊 14歲加入跳繩會 接受正規的訓練 2014年16歲的時候入選香港隊 第一次參加世界青年錦標賽 才發現外面的世界很大 其實看到自己是有進步的 都覺得自己厲害的 但是發覺再看世界青年錦標賽 裡面的各個國家、各個隊員的實力 其實看到仍然是發現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差距 是入到香港隊去看各個的比賽 才發現原來自己 其實入到香港隊 都不代表自己很厲害的 原來外面還有很多更加厲害的人 在這一次開眼界的經歷 令劉帆熙投入更多心機和時間去練習 放棄來說 我就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沒有的 因為真的很喜歡跳繩 以來覺得自己有能力進步的時候 其實辛不辛苦是看自己怎樣留 練到的東西其實都是自己 辛苦完自己會進步 每一次你突破了自己 其實都是因為你過去所做的訓練 累積出來的 另外跳繩有一種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有學不完的花式 每一天你都可以學新的花式 或者創造一些新的花式出來 其實這個亦都很吸引到自己 繼續去挑戰自己 去嘗試學一些花式 或者想一些新的花式出來 其實都很吸引我去繼續去 幫這個精力下去跳繩這個 除了劉帆熙 港隊多個成員 在細錦賽都拿到好成績 今屆港隊一共派出139人出戰 結果橫掃88面獎牌 其中在男子組個人賽 更加包辦了頭三名 在個人賽包辦了男子組的頭三級 其實我們會覺得是香港跳繩的一個成就 可以這樣說 從來都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曾經包辦了頭三級 簡單來說其實香港的對比非常高 今次在這個世界賽 其實我們拿了88面獎牌 其實我們都差不多拿了整個比賽 三分一的獎牌的數目 其實對於其他國家來說 都未必可以在這麼多個組別 或者在這麼多項目中拿到這麼多獎牌 張柏雄有提到 調繩隊現在未有政府資助 隊員外出比賽都要自費 以今次去上海比賽為例 每個隊員就要自費14000元 他希望未來可以有政府資助 吸引更多人投入跳繩這項運動